你 放下 原来 世上真的有这样的爱情 人不同求死同血 怪不得 他会写下爱别离 这是人生极苦的境界 你们两个当我是空气吧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淳安 你想哪儿去了 顾月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他也配 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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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像亲兄弟一样的 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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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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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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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干嘛 是 我 快走 坐下 怎么样 我没事 你啊 他进来了 出发了监控 不过 不照现在呢 他会来这里 他会来 你来了吗 你来了吗 我知道你来了 你出来 你出来让我看看你 这二十年 我天天都在想着你 我天天都在想着你啊 拾个精神 真是什么 你没有 你想我 看 tiap million 你 我命当 我死不了 倒是你 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 过得快活吧 你出来 你出来让我看看你 你到底在哪里 怎么回事 触动信号的不是这个人 不是他 他还没来 他怎么可能还没来 不可能 你怎么回事 别跑 杀 杀 我想离开这里 我一般人都不想留在这里了 闭嘴 你要是再吵吵 我让你杀 爸 你放他们出去 我告诉你金刚处怎么用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你胡说八道 你怎么可能知道 他改名换行连职业都换了 不可能告诉你 你更不可能知道 他是没告诉我 但是他写日记 我都看了 邱老板知道的 对不对 你先把人放 你说 你要是再敢耍花招 我分分钟杀了你 等等 爸 爸 我来了 你现在都老成这个样子了 生不如死 老得快 当年我以为把你杀了 我不会了 我很害怕 不敢再回到这儿 从此放弃了考古专业 隐姓埋名二十年 你虽然 你要是心里有亏 你为什么现在不死 死很容易 活着才难呢 不宁可你死 我的儿子是无辜的 我要让他活着出去 你们父子俩都死 也不能牵我尽头大恩 我可以和你交换 有什么资格和我交换 看见没有 知道什么意思吗 求不得 求不得 你以为拿到金刚柱 就能打开木门 但是你知道该怎么用 锁转 还是右转 转错了 机关锁死 永远也打不开 你知道 二十年前 我主持挖掘这座木 经费用完了 才发现原来弄错了地点 学校给我处分 我不服气 急于为自己证明 所以才雇佣你 来替我谈木 没想到 你剪裁忘义 那是你自己傻 我就是一个刀刀的 我看上他 岂是你的一百块钱 这里面一样东西 都更有价值更值钱 所以是你不应再欠 凭什么报复我 我就是要报复你 我就是想杀了你和你的儿子 等等 爸 我想听听他说的秘密 仇恨有用吗 报仇只是一瞬间的痛快 而有了钱 可是快活一辈子 我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需要钱 你们赶紧走 顺着这条路赶紧离开 快走 再不走 我可要打鬼了 走 爸爸这些年 为了沉重的帮我 过得浑浑噩噩噩 没有好好照顾你 你别怪我 走 走的不是来听你们父子听的 爸 我只要墓里面的东西 等我们拿到东西 我们找到远远的 没人找得到我们 爸 我想你和我一起走 你小的 你打开墓板 赶紧走啊 开墓板 赶紧走啊 开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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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才是真正的墓室 遍境亲手打造的墓室 我不能确定里面空气有没有毒 还是点上火把保险一点 不对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奇怪 你想先把我添进去 我也添去 研究了半辈子高阳公主 总不能不看他一眼吧 这里一千多年没被惊扰过了 就我们两个进去吧 好 爸 我也记忆 关 没你这个儿子 爸 爸 快出来 爸 快出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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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这门怎么关上了 快开门呀 快开呀 爸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点火把 我知道那些发高的东西是什么 他的时候有秘词 那些是宠玉 宠玉融化后会规发陀器 你是防盗蒙的杀人方法 你是不是 给自己拥有 你离开我 怎么 离不兴奋吗 很兴奋 看见这二十年朝思暮想的唐朝 四叶总一 那是你 我不想死 二十年前你在这里面杀死过我一次 从鬼门关回来 长长一个月 我在这黑暗中 爬来爬去 是靠吃老鼠 吃蛇 吃虫子才活过来 你想过这种感受吗 你不是为了要杀我 报复我 你费尽心机 骗了我儿子和他的同学 不单单是为了要杀我 而是为了整个主牧师 我没说错吧 你儿子也被你骗了 对不对 你比年轻的时候聪明多了 不错 我承认 这二十年来我无数次地砖在这里面 这是我的地盘 绝不人气任何人染指 我知道这里面还有一扇 只有你才能打开的 如果你只是为了杀我报仇 我还可以原谅你 我是想杀了你 爸 你说二十年来你只由杀死而亏 现在他没死 你应该放下报复 不要怕 你真以为你隐姓埋名就能躲过我 自从我得到金刚处的照片 我就盯上你了 我知道你还在琢磨这个墓 我知道你手里有我不知道的事 所以我一直在等 为了这个墓 我瞎了一只眼 丢了半条命 所以我要靠它转回来 你说你们好好找这个墓 现在开始也不完啊 你不懂我也不懂 我今晚跟你死在一起 我说他做大了 这不是玉 是产自大悦之国的一种虫子 没有什么价值 我信你 爸 我们要好人活下去 你极有什么用 看看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师门 我看 等等 一千多年了 还保足得那么完整 那么漂亮 你不该心存敬畏吗 老子到斗钱 已经烧过香败过鬼了 他们有什么可敬可危的 只有钱才是真的 那就好 我不会后悔了 我明白了 编辑他最后一刻放下了 他不报仇了 所以 对 也一定是这样 放下 拜 编辑可上最后 他放弃厮杀驸马了 他都放下了 我们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 快看 门打开了 爸 爸 神尘秋死了 死于贪婪 中阳头上受了重伤 休学一年 现在也没有毕业 也是因为贪婪 邱老板和鲍小姐位罪潜逃 双双落网 潜已和谢春安还好 照样上学写论文准备毕业 可喜的是 我爸不再卖肉胶膜了 他重操旧业 焕发青春 根本时间给我做饭了 高阳公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并没有因为这趟旅行 更了解他 他反而变得更遥远 更神秘 那个墓还能再打开吗 我爸说 等墓里的毒素冷却凝结 他就申请考古挖掘 你好像不太高兴 以前 高阳公主是我自己的秘密 可一旦被考古挖掘 太残忍 太伤情了 他都死了一千年了 你搞得真像失恋似的 有病 你搞得真像失恋似的 你搞得真像失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搞得真像失恋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搞得真像失恋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搞得真像失恋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搞得真像失恋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搞得真像失恋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